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铁头 今天我来做一道圆蹄 我们客家人这边逢年过节都要的一道菜 现在来把它猪毛烧干净 把它冲洗干净 用刀刮一下 冷水下锅 把圆蹄焯一下水 加上点料酒 烧开后大约煮10分钟 够时间了 把它捞出来 稍微放凉后 我们把猪皮刺一下 在猪皮上炸一些孔 炸好拱后 把它反过来 把这些瘦肉切一下 不要切掉哦 稍微切一下就好 这样就可以了 把圆蹄放到大碗中 倒上老抽上色 红火均匀后 腌制15分钟 把配料清洗干净 锅中倒又多一点的油 把油烧至7成热 放入盐蹄 炸 要做好防护工作 要不要 要不要 把油烫到 等到两面都要炸一下 炸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把它捞出来 过冷盒 用冷水浸泡10分钟 把泡好的盐蹄 倒上材料 下蚝油 少许的盐 2茶匙的红豆腐油 把它涂抹均匀 底面都要涂抹一下哦 涂抹均匀后 皮朝下 把盐蹄放到另外一个盘中 把多余的汁倒上去 放入干蚝 油一丝 还有虾米 锅中烧开水 把盐蹄放进去 盖上锅盖 蒸一个小时 那够时间呢 把蒸出来的汁 倒到锅中 上面盖一个盘子 把它扣回来 哇 漂亮 在边上 摆上点青菜 再倒出来的汁中 加入发菜 发柴菜 把它煮开 倒入水淀粉 来点淋油 煮好后把它浇在盐蹄上 这道美味的客家盐蹄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这是我们这边酒席上必出的一道菜 棉叶饭也是必吃的一道菜 来 吃吧 用右手啊 吃吧 吃吧 我们去哪里 吃吧